高南下王田交流到附近 上午一辆大货车失控冲下边坡 还卡在两个护栏中间 车上的驾驶跟乘客头部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外在台中西屯 有辆宾士车跟另外辆轿车对撞 索性两名驾驶都没有大碍 不过宾士车驾驶九侧值高达1.1 被依公共危险追送版 要驾四百多弯的宾士车 从画面左边出现准备左转 却疑似没底让对上执行车 两车发生对撞 宾士车向左转了180度 再冲撞路边工地围离 强大撞击力道 宾士车一头埋进围离里 另一辆车车头凹陷毁损 驾驶没有酒驾 反倒是宾士车驾驶拒绝酒侧 经过医院抽血换损酒侧值高达1.1 严重超标 警方调查宾士车驾驶凌晨和朋友喝完酒 行经事故路段左转没底让执行车 以及没注意车前状况肇事 公共危险就送办 镜头转到国一南下189公里 王田路段一辆大货车冲落高速公路边坡下方 就这么刚好卡在车道中间 消防和救护单位紧急到场救援 协助车上驾驶跟乘客脱困 两个人有受轻伤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驾驶人经检测都没有饮酒 事故发生在28号上午9点多 大货车驾驶不明原因失控偏离车道 造成大货车自撞栽进护栏下方草丛 车祸也导致国道大塞车 直到中午11点半才恢复通车 详细事故原因还得由警方调查理清 借台湾专话送不到